你是怎么区分爱和喜欢的呢 感情的深浅 小雅 作为一个女孩子 我理解你 你知道上一段感情已经结束了 但你没有办法去结束这段婚姻 但是当你看到面前的男孩的时候呢 你还是很喜欢他 我至今都相信你是真诚的真心的 你撒那些黄确实是对他有很大的伤害 真的 但是你是为了得到这份感情 这些我都特别理解你 但是小雅 毕竟咱们犯错在先嘛 而且感情已经到现在这一步了 不妨咱们自己回家聊聊山 然后还可以找到更好的一份感情的 我们通过这个事情 让自己吸取教训 其实每个人都在成长 成长的过程中难免会犯一些错 有什么呢 谁不犯错呢 好不好 人的这一辈子都在藏东西 藏自己的短处 藏自己的羞耻 藏自己的过去 有意的欺骗和无意识的不坦白 这是两回事 是不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要视乎于这个谎言对象 她是否受到伤害 你说这是善意的谎言 我认为这种善意是对于你自己 而不是对别人 如果对方受到伤害 那你这就不是善意的谎言 最开始上来的时候 这个女孩的一方面的态度 让我非常的愤怒 到了最后 我发现它越来越有意思 直到最后 落下热泪 你看你用欺骗的方式 来获取爱情 这是不是不诚实 你用隐瞒的方式 来维系爱情 这是不是有点不悔感 然后你又用暴力的方式 来对待分手 这是不是有点太野蛮 你可以在我们面前 要表现出一个非常反派 消极颓废的态度 其实你内心是一个非常善良 热心的一个弱女子 你可以要用这样的反差 来表达你自己的存在 如果今天来 你是为了争取你的爱情 你完全没有必要 装的一副让人 特别讨厌的样子 而应该表现出 你内心那种 很吸引人的那种样子 其实你确实是 如那位老师所说 有你内心的 不同于一般女子的魅力 你表面上说 表现得很洒脱 其实你内心非常沉重 你好像什么我都不在乎 其实你内心特别在乎 他在乎这份感情 是 是吧 你表面上很坚持 但是你内心是很失落 你明明知道这份爱不存在 这个男人也不太适合自己 虽然他曾经关怀自己 但他毕竟还是不够成熟 你内心只是不甘心 很失落 因为有另外一个女人的存在 你只是需要一场战斗 另外我想说这位男生的是 你不成熟也好 我怎么样也好 你毕竟才22岁 抱了他 我这个年纪 你会有应该有的男性的成熟 这是我想告诉你的一点 是你刚才认为我一定是个受害者 他骗了我 其实你也骗了你的女朋友 但是你不承认 因为你说 难道每个人谈恋爱 先坐在一起 亲爱的 我们先谈谈我们过去的人生吧 确实那样的人是有毛病的 是吧 你不可能一五一十的 就做报告一样那样去说 但是 如果人是坦诚的话 过去人生当中 一些有可能会影响到现在的感情的事情 还是要说的 短短一个月之内就一行别恋 这不是一个正人君子的作为 对吧 你还是 有意或者无意的 像你现在的 这个女孩子 隐瞒了过去 坦说的来说 你们两不幸福 纠结在一起 会非常不快 你跟你现在的那个女友 也不一定会快乐 人哪 不能清清白白的结束 就不可能清清白白的开始 昨日之国 乃今日之音 你要明白这 在我们的 我们 vain 把